在大昌影音showroom 已經由彎仔甲火中心搬到金鐘海庫中心的地面 在金鐘站A出口上到地面後 我們只要轉兩個彎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找到大昌生活館這個招牌 穿過他們的汽車部門和家電部門之後 我們就很容易找到大昌生活館這個招牌 就會見到DCH-AV 大昌影音500多呎的影音房 一入到這個影音房 我們立即顯然意見見到一對 英國Tennoy Prestige West Minister Royal Gold Reference 的座地喇叭 講到Tennoy 其實今年已經有75年歷史 他們研發同軸單元其實是上世紀40年代尾的事 即是說已經有70多年了 在這方面的成績 其實大家都可以聽得到感受得到 西蚊子是用一對15吋的低音單元 其實大家可以聽到它是有一個更宏大更寬闊的音場效果 西蚊子上有一對跟Prestige一樣出名的聽來超高音 就是Prestige GR ST300MG 是一對可以直接聽到喇叭接線柱的超高音 驅動一對西蚊子的就是全餐esoteric的音響器材 這個日本超級發燒的品牌 大家都認識 他們除了自己生產製作獨碟盤 有一個廠金工的續碟盤之外 其實他們有機箱設計規劃 除了重金工之外 也很多時候 尤其是旗艦系列就會用雙單聲道模式去製作 現在用的是esoteric金版的K01S ACGCD機 兩聲度前級就是C03XS前級 以及esoteric旗艦兩聲度後級 Randioso S1 那麼大對西蚊子一部兩聲度後級 夠不夠驅動力 首先 其實S1在8吋的功率輸出 可以去到150W 4吋可以提升到300W 驅動力一點都不弱 再者呢 西蚊子的靈敏度其實都好過去到99dB 是一對相當容易驅動的喇叭 當然你說我用一對esoteric的單聲道工 來驅動西蚊子 無人歡迎啦 但老實說 其實不是很多發燒有家 聆聽空間可以放得到西蚊子 所以在另一邊他們就放了一對 Tannoy Turnberry 同樣是不用toe-in 可以貼近後場擺放 size小得多 入屋指數其實高了很多 另外你說除了Tannoy 還有沒有其他喇叭選擇嗎 當然有 就是法國的Kabaz 這個牌子除了設計同族單元出名之外 它的特色就是追求大場面大氣勢 它的音場有氣團式的表現 而且又有舞台感 大家可以去聽聽Tannoy和Kabaz 哪一款才是自己最喜歡的同族聲音 在這個音響架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系列 Tannoy的GOLD系列 GOLD系列有三款型號 就是GOLD5、GOLD7和GOLD8 它最大的特別就是 它是一款有緣的鑑聽揚聲器 在這個桌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對GOLD7 市場上少見的有緣同族單元的喇叭 這個音響架裡面還有另一個 經典的英國音響品牌就是Audiolab 以及半鞋盒尺寸的Syrus 不要看它的盒子小小 其實它的驅動相當不錯 驅動一對Tannoy的Tunbury 滑滑有餘 Tannoy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濃厚強烈的音響感 除了Tannoy高系列之外 日門發燒友或者學生 會覺得這些器材對我來說比較離地 這個Showroom也可以試得到 日本日門發燒級品牌TX 在我面前有一個黑膠唱盤TN180BTA3 不只配合MM唱頭 還有內置唱風做藍牙傳輸 可以做到輕鬆plug and play的要求 另外TX亦有獨立唱房 串流播放器時中獨立解謀 甚至All-in-one系統 很多元化的 除了英國、法國 大昌也代理了意大利Cherio的揚聲器 講開又講 這個品牌已經擁有超過40年的歷史 亦是不少發燒友追捧的 Cherio 最著名的特色 就是用原木製作聲匠 成本一點都不行 但聲音爽快、仔細、音樂感強 和其他意大利名牌有不同的個性 它的特色就是口暖有韻味 是一個腹肉芳香、澄熱濃烈的牌子 如果大家對這幾款牌子都有興趣 要打電話去大昌showroom 預約去聽聽自己的心頭號